明天的放課後どうしようか 明天? とにかく 日野がやりたいことをやろうよ 明天の日野も 僕が楽しませてあげるよ 明天の日野は 別人一样以为真知会拒絕他 可是没想到真知居然同意了 为了不让真知误会 他放学后向对方表达了歉意 并且解释了原因 原来学校里的混混 一直欺负他的朋友 混混们为了羞辱他 就让他去追真知 如果追上真知 他们就不会再为难他朋友 谁知道真知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 也没有责怪他 但是昨天两人的对话 已经被发到网上 现在很多同学都知道了 为了避免尴尬 两人约定一起假装情侣 并且约发三章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假装情侣 虽然说是假装情侣 可是二人还会像真正的情侣一样 一起放学一起聊天 可是在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真知总是会拿一个笔记本 事无巨细地记录着对方的爱好 阿透想这可能是真知的习惯吧 也没有多想 而是把关于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真知 两个人相处日渐亲密 于是在一天放学后 两个人决定开始第一次的约会 到了约会那天 阿透贴心地做了自己拿手的便当 而真知也是穿上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衣服 两个人在海边吃着阿透做的便当 原来阿透从小妈妈 就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爸爸变得很颓废 姐姐也不在家中 所以阿透需要自己料理一切家务 做饭只是必学的一个技能 随着两个人的交谈间的互相了解 在如此放松的环境下 吃饱后的真知安心地睡着了 睡醒后真知竟然不认识阿透了 搞不清状况的真知落荒而逃 十分恐慌的真知给好友小泉打起电话 对方一边在电话安抚着真知 一边让真知打开自己包里的笔记本 原来真知在三年前 为了救人出了车祸 所以患上了失忆症 每当他睡着醒了之后 就会忘掉之前的记忆 为了不被人发现这个秘密 从而恶意接近他 所以他就把自己每天发生的事情 事无巨细地写进日记本 每天睡醒之后 看看日记本里记录的一切 来维系日常的生活 在真知看完日记本平静下来之后 阿透也找了过了 真知看着担心的阿透 不忍心欺骗他 于是告诉了他 关于自己的失忆症 说完一切的真知 向阿透提出了分开 此时好友也赶了过来 第一时间帮助真知 编了一个别角的借口 搪塞了过去 晚上写日记的真知 再写完最后一页 鬼使神差地把它撕掉了 第二天的阿透在教室 忐忑地等待着真知 而真知也如约来到了教室 他第一次由衷地感觉到开心 在后面的日子里 两个人如正常的情侣一样约会 而阿透也是配合着真知在任何地方 认认真真的记录着 属于他们的一切记忆 因为快乐的事情太多了 真知明天都会拍下来 属于他们的记忆 不仅仅在日记本上写下关于他们的一切 还在手机里录下他们的一切 阿透每天的爱让真知第一次觉得 第二天能够醒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很快关于两个人的记忆写满了一大本 在不知不觉中 两个人似乎都违背了第三条约定 阿透把自己和真知的事情告诉了姐姐 原来姐姐就是那个他最尊敬的人 西川文乃 姐姐是一个小中作家 是真知的闺蜜小钱的偶像 姐姐在得知阿透和真知的事情 姐姐并没有反对 而是在一时的惊讶之后告诉阿透 看着面前幸福的阿透 姐姐内心十分欣慰 在一次阿透和真知小钱三人一起出游时 阿透买了一支挂坠送给真知 可这次的事情真知却忘了写在日记里 在后来的一次 阿透看到了真知书包上的挂坠 顺口提了一嘴 可是真知却丝毫没有弃义 真知落荒而逃 在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阿透也想离开 而闺蜜却喊住了她 说完闺蜜掀起了真知 真知的被子下面藏着无数的标语和日记本 看到这一切阿透更加坚定了 想要守护真知的心 这一次她不再逃避了 因为阿透的存在 让真知对每天的日子充满了期盼 于是她重新拾起了想要考美大的梦想 她开始拾起画笔开始画画 而画家总会画自己最心爱的事物 所以她每天偷偷描绘着阿透的眉眼 两人的感情日渐深厚 而浓烈的爱意总是掩饰不住 阿透为真知买了她喜欢的发卡 在烟火大会的时候 真知戴上了阿透为她买的发卡 阿透看着真知的脸 没忍住偷偷牵起了她的手 真知看着眼前美丽烟花 和牵着自己的爱人 她又一次为自己的失忆而痛苦 悄然流下了泪水 任何记忆都不可能彻底消失 真知戴也抑制不住 自己汹涌的爱意 就这样两个人整室的在一起了 不再是假装情侣 而是真正的情侣 知道毕业两个人都很好 可上天总是看不得有情人成眷属 在一天阿透找到了小泉 她告诉小泉自己妈妈有心脏病 虽然目前她身体还可以 但是在前一天她突然昏倒了 由于妈妈也是猝死 所以她要去医院检查 她请求小泉 如果她出现了什么不测 一定要把自己在真知的记忆里删除 她不想让真知因为自己而伤心 小泉答应了阿透的请求 可是没想到 第二天要去检查的阿透 和她的妈妈一样猝死了 噩耗来得如此之快 在一夜的纠结之后 她还是选择告诉了真知 两人一起去了阿透的追悼会 在之后的日子里 真知的情绪崩溃了 病情也逐渐恶化 因为不忍心看着真知如此痛苦 小泉去找了阿透的姐姐 按照阿透的请求 拜托姐姐帮助她修改真知的日记 姐姐得知了一切事情之后 答应了帮助她 小泉偷偷拿走了真知的日记 姐姐根据真知的日记 重新编辑了一份 她用文字抹去了真知一切 关于阿透的记忆 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甚至连真知手机里的视频 也被小泉删掉了 在重新布置真知的房间时 她看到了真知藏起来的一个便利贴 上面写着永远不要忘记阿透 看着这句话小泉彻底绷不住了 原来在长期的相处下 小泉也爱上了阿透 不仅仅是真知失去自己的爱人 小泉也同样的痛苦 可是她是真知最好的朋友 她从来不想去伤害真知 痛苦只是属于带着记忆的那个人 在小泉做完了一切之后 再次醒来的真知 完全没了关于阿透的记忆 她的情绪也开始稳定起来 甚至在一次醒来之后 失忆症也渐渐好了起来 发解一切的她告诉了家人 父母带着她来到医院通过检查得知 真知的失忆症在好转 只是在失忆的那几年的记忆却没了 不再需要便利贴来维持生活的真知 把便利贴都撕掉了 可在一个角落里 却发现了很多一个男生的画像 她去找了小泉想要了解关于男生的事情 小泉已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 而回到家的小泉 开始翻看真知原来的笔记本 看笔记里她体会到了 真知对阿透的爱 她再也忍不住了 她觉得此时的自己就像一个小偷 偷走了真知的记忆 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 记得还是一望都不应该由她决定 而是应该由真知自己决定 于是她决定把笔记还给真知 再来到真知家时 却看到了真知还在描绘着阿透的脸 屋里堆满了阿透的画像 小泉又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把日记还给了真知 并且告诉了她一切 真知并没有责怪小泉 她知道小泉也是为自己好 大切な人的意思を尊重してくれて 在小泉走后 真知番看起了日记 属于她珍贵的记忆再一次被她想起 1. 放課後までは お互い話しかけないこと 记忆を整理するには 時間がかかるから 2. 連絡のやり取りは できるだけ簡潔にすること 昨日の私との話題を 持ち越されたら困るから 3. 本気で好きにならないこと 思い出を作れない私に 恋愛感情なんて許されないから 看着記憶中的阿透 真知再一次回心的笑了 どんな記憶も 完全に消えるわけじゃないよ どうか神様 彼といった時間を 私に刻み込んでください 全片完 时间什么都带不走 时间什么也留不下 这部今夜就算 这份爱恋从世界上消失 虽然融合了很多烂促的老梗 失意 心脏病 可剧情却一点也不烂熟 阿透死在最爱真知的那天 而真知也永远不会忘记阿透 无论是失意的她 还是恢复好的她 爱是不需要用文字来记录的 真正的爱溶于骨穴 就算眼前的记忆不再有她 而身体的记忆 却永远无法忘记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电影 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了